5月21日 前加州参议员夏勒伯吉夫人和美媒 在罗兰港凯约大酒楼 再次举办加州主记长共和党候选人陈仁怡造势参会 南加州传统桥社及华人社团领袖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陈仁怡博士的竞选口号是我们可以改变加州 We can change California 得到了南加州选民的广泛认同 并得到了洛杉矶时报 LA Times的背书 这是该报多年来 十分罕见为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背书 I want to encourage all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vote to support me for state controller because I believe I have the experience in business in academics across policy making in government and I'm the only candidate who has all of the experienc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be an effective state controller 陈仁怡博士在造势参会上 加州传统计长本意为财政监督使用 确保纳税人的钱本应该按照共鸣和应开的方式而使用 但事实上 仅2018年就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款项不知去向 陈仁怡博士若成功当选主计长一职 可以发挥所有的学识 能力及经验 担当起为加州的纳税人及企业 尽到监督政府支出的责任 为纳税人及企业减轻负担 进而提升纳税人生活质量和企业运作成功的机会 厂筹看参会 这是一个抛钻引玉的一个行为 因为我们都听说过 政治乃众人之事 所以我们不能独善起身 我们要能够尽我们所能奸善天下 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 因为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帮忙 对于我们加州的将来 是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 所以请朋友们大家告诉大家 支持陈仁怡博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前加州参议员夏勒普及夫人 哈佛智库主席和美媒指出 陈仁怡博士 不论是在政治 经济 健保 涉安 法律 甚至外交等领域 有丰富的学识 及实际的经验之外 她是竞选加州主计长 唯一的共和党候选人 凭借她在决策方面的经验 以及对财政责任 透明度和独立性价值观的坚定信念 相信她可以做好这项工作 全美电视台记者罗兰港采访报道 有钱的记者网络 净判路 方采访报道